HELLO,大家好,我是SING! 今天來到了數碼寶貝2020第10集關後感 上映畫第9集跟暴龍獸變成互相認同實力的術敵的奧家獸 守護自己身為強者的戰鬥尊嚴的他呢 在跟暴龍獸的決鬥中不斷受到惡魔獸勢力的阻擾 為了貫徹,暴龍獸他們只能使在我手中的這個信念 成為敵方勢力的奧家獸,幫助了被選招的孩子 脫離完全體數碼寶貝鋼鐵巨龍獸的攻擊 也替孩子直出了找到神聖數碼寶貝的路線 那麼從第10話起,戰鬥正式進入了完全體的領域 率先打這個完全體頭陣的當然是我們的主角太一跟亞古獸 畢竟我們不是20年前那個什麼都不同的孩子 看到數碼寶貝進化成完全體的反應自然不會跟當年一樣那麼新奇跟激動 所以我們就把這次的重點放在進化的契機跟進化後的表現吧 相信製作主是不會讓我們失望的,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信聊數碼寶貝系列影片 在上一次被鋼鐵巨龍獸的攻擊打到敗退之後 亞古獸重傷倒下,被全哨的孩子全體逃亡中 本來以為大家會因為慘敗而灰頭土臉 但光子狼一樣屌的飛起,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 把人家整個基地的資料都幹走了! 鋼鐵巨龍獸的身家資料都被看光光 那雖然資料是損壞的不夠完整 但也足夠讓光子狼分析鋼鐵巨龍獸的作戰模式 現在大家士氣都還沒有恢復 都沉浸在鋼鐵巨龍獸OPE 完全體乳B1的思考裡面 阿和在這個氣氛中反而說出 我們那時候逃跑其實沒有不對 硬要去打反而會全滅 到時候一切就真的結束了 雖然沒從澳家獸嘴裡聽到更多情報 很可惜啊 前面聽起來很像是在幫大家加油打氣說不要氣餒 但最後那句話 對跟澳家獸有其妙有情的太一來說有一點點刺耳啊 所以太一就牙起來了 回到我們不是為了情報才戰鬥 澳家獸為了尊嚴向我們發起挑戰 那時候在他身上有超越敵我的某種東西 那不得不說這種強者間的聯繫 照理來說不會從這個年紀的小孩子追理說出 當隊伍的正副隊長開始有點意見不合 那美美看著這個氣氛覺得不太舒服 然後你們看光子狼一個無所謂的臉 他還跟阿和這兩個人真的是二十年都不變 這種愛吵架感情又特別好的關係 換了一個時空也是一樣 阿和就繼續說 澳家獸講的話如果是陷阱那你要怎麼辦 他一覺得你懂什麼 澳家獸的眼睛沒有在說謊 阿和就繼續說叫說 你既然想跟敵人要好 往後的冒險你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其實這個辯論沒有對錯就是立場不同 他一選擇相信對方的良心 阿和的想法是更為團隊運作跟存活著想 說到底這兩個人根本就沒吵架甚至不算辯論了吧 以前1999版的他們講每兩句就騎到對方身上開奏 現在連音量都已經算客氣了 當兩人生情互事的時候 重傷的亞古獸爬起緩和了這個浪漫氣氛 爬起來的亞古獸晚期沒有辦法跟澳家獸分出勝負 了他一個心願 太一這邊也是一樣覺得可惜 在亞古獸恢復意識之後 太一跟阿和討論接下來的路線跟戰術 因為繼續待在這邊遲早會被鷹鳥獸的包圍網抓到 以其坐以待畢不如先由太一他們發動奇襲 阿和雖然認同 但還是不希望太一沒有策略地衝出去送頭 凸顯了一個刀子口豆腐心 他很在意太一 這時經過光子郎的調查 他已經理解到澳家獸指出的方向是哪 也解析了路線跟終點 表示我大光子郎說這裡沒錯那就沒有錯 那本團隊最強的Carry光子郎都說話了 阿和也只能贊同澳家獸的情報不是陷阱 那好消息也不只有一個 光子郎在分析出正確的前進路線跟地圖之後 甚至幫太一分析出一整套攻略鋼鐵巨龍獸的方法 那就是鋼鐵巨龍獸在攻擊後切換武器的間隔 會有一點點的時間差 趁那個時候破壞鋼鐵巨龍獸的雙手 就是致勝的關鍵 在確定了作戰方針後 太一跟阿和等人兵分兩路 自己跟亞古獸一起支開鋼鐵巨龍獸的注意 而方法就是在森林裡面動火 這群人是特種部隊吧 小武生為什麼對戰鬥的理解 什麼幼兒作戰兵分兩路之類的這麼熟練 亞古獸就應聲進化了進化成了暴龍獸 太一我很確定你這一跳就是兩三層樓了 到底是要變多強才會停止 這當太一暴龍獸組跟鋼鐵巨龍獸對戰的時候 阿和等人順著澳家獸指引的方向到了一個河畔 結果水太臭太髒 欸不是 有一種脹氣難聞到讓大家無法接近 美美式的把阿豬的參考書丟入河裡看看反應 結果整本書就融化了 光子昂才分析出 這個脹氣跟敵方勢力的數碼貝的口臭是相同的東西 因為水太毒了所以大家不能游過去 那這時候我就想說 巴多拉獸你還想躺分嗎? 現在就是你最好的表現時機了 這一話大家在討論怎麼過河的時候 直接忘記有一隻會飛的巴多拉獸 好酷喔 畫面就為暴龍獸跟太一的奮戰 雖然有著一個階段的實力差距 但是暴龍獸憑著經驗跟太一的指揮 跟鋼鐵巨龍獸打了一個三七開 雖然是劣勢 但太一沒有放棄希望 還在尋找反擊的機會跟方法 用超級火焰製造出大量的煙霧 找到突擊鋼鐵巨龍獸雙手的機會 這個做法古典但有用 暴龍獸終於逮到攻擊的空檔 可以戳爆鋼鐵巨龍獸的手 結果晚了一步 飛彈已經出來跟暴龍獸say hello 被救急破壞炮二打飛的太一跟暴龍獸 已經不知道在這次的戰鬥倒下多少次受了多少傷 但就算是這樣子傷痕累累 他們也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還有太一真的是超耐打 救急破壞炮二打不上太一 過分了吧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太一不斷提起勇氣挑戰的心 終於引發了超進化 暴龍獸超進化成了機械暴龍獸 這次的超進化作畫跟第一化的特殊規格一樣精緻 機械暴龍獸的線條也刻畫得非常細膩有魄力 所有被選招的孩子都看傻了 喔看看誰才是老大啊 在進化成機械暴龍獸之後 無論攻擊力、防禦力、速度都大幅的提升 鋼鐵巨龍獸的所有攻擊都變得充滿菜雞味 機械暴龍獸一個咬擊加尾巴甩擊的連段 把鋼鐵巨龍獸打進剛剛那個臭氣之河 鋼鐵巨龍獸以以往來說必殺技是剛剛介紹過的 救急破壞炮二 還有從手中發出的核子雷射光 但在2020年他似乎學會了新技能 從全身的管線噴出雷射的新技能 但機械暴龍獸也是帶著新技能重新登場 GIGASTORM 就先稱他作為救急風暴吧 我原本以為這一戰會是五五開 沒有!這個就是屌虐 但比起鋼鐵巨龍獸的慘狀 我覺得2020年最大的受害者是 喪屍暴龍獸 你看!太一超進化一次到位 人格成長上又一個超前部署 今年要看到黑暗進化我覺得會有點難度 因為老話一句太...太成熟了 那麼在戰鬥結束之後 除了剛剛的熱血情緒以外 我默默的被另一句話打動了 奧家獸有看到嗎? 雅骨獸的這句台詞 不知道為什麼默默的讓我眼眶紅了 但我還是希望奧家獸之後 會跟宿敵獅子獸一起登場啊 這戰鬥結束會合後 孩子們理解到奧家獸給的路線情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走這條路線有先決條件 身上必須要有那種黑暗氣息才可以 所以我說靠巴多拉獸用飛的過去真的不考慮嗎? 但根據光掌的計算 現在有兩條路線 分流偵查路線才是最確實確保安全路線的方法 但阿柱擔心 兩條路如果都不通的話該怎麼辦 阿和就超酷的回說 對現在的我們 對現在的我們來說 我們必須直接不考慮那種可能性 沒錯 當你懷抱一定要完成某件事的覺悟的時候 這種要做就要做到底的覺悟 是必須的 但你才小學五年級 你到底在講什麼啦 在決定分投行動後這話到此結束 其實這一話看完我有幾個想法 這次的戰鬥畫面的確是沒有話說 直接虐爆以前的版本 但進化的過程跟太一的心境轉折 我覺得可以描繪得更加深刻一點點 目前數碼被2020版的雖然不是不好 但總有種事情都太順利進展沒有在冒險的感覺 太一跟數納賽設定上是青梅竹馬 但坦白講幾乎沒有演出什麼他們有很深刻默契的互動 角色之間的互動薄弱我覺得是蠻可惜的部分 現在作品還在鋪墊的情節上面的缺點都還能夠接受 期待角色全部都登場之後 可以好好演出孩子們的感情跟人格的深度描寫 這集給個8.5分差不多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你對這次的第10話有什麼感覺有什麼期望嗎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分享自己的看法也影響我的看法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按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喜歡看我分享生活的朋友歡迎在留言區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比!